哈囉大家 傍晚好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時段 我們其實比較少在傍晚的時間直播 但是也想要嘗試看一看在這個時段 不管大家現在是在車正中 或者是在這個 還在上班的這個尾聲 還是已經回到家在跟家人團聚 都想要在這個時間點 然後在週末以前 就是跟大家聊聊 那今天呢這個社群的直播其實很特別 那第一個我覺得特別的是時間點 這個今天呢應該是這個 520總統就職 新的內閣也上任之後呢 唐宏正維的第一次公開 第一次的公開直播 訪談 所以時間點非常特別 就是剛好在這個總統就職日的後兩天 那第二個是這一次 因為以往的直播我們其實都是在社群的這個 粉絲專頁上直播 那這次很特別的是我們其實是在這個 電力小兵就是我們的網站的集資 我剛剛抽了7200 理論上應該要被加入 我剛剛卡在車子裡面 是很不算 對 我現在應該有 對對對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正維支持 那我們其實這個網站的集資計畫 就是上天到現在也有了這個 超過200位的這個電力小兵 支持這個跟肯定社群網站運作 所以今天呢其實是我們就是 讓這個小兵們呢 可以即時的參與這個直播 那待會其實也可以直接跟那個正維做互動 所以就是這個是第二個今天這個直播特別的地方 那我想其實寶貴的這個一個小時的時間 就想要直接廢話不多說的 進到今天的主題 其實我們今天準備了非常多的問題 因為正維是個話速非常快 然後思想非常清楚的這個 對格源 所以我們今天呢其實是希望就是在這個 這個台灣其實已經連續一個月都是在這個 零確診喔 的這個這個狀態下 就是其實背後 我們發現不管是在公部門司部門 或是所謂的公民部門 其實都有非常多的人為這個意義在努力 那在這裡面其實也看到了蠻多 就是社會創新這樣的精神 怎麼在不管是各個部門裡面發揮 然後社舊作為平台其實也 接收到非常多各式各界的詢問 待會就會陸續的問到 所以今天這個直播機會我想其實就是 邀請到唐鳳正偉來跟大家聊聊 就是從年初疫情爆發到現在 就是社會創新的精神怎麼樣緩和這個疫情 那所以我們會從政策面 然後一度談到產業面 然後再談到個人面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國際面這樣子 好所以就是這個是今天的這個整個一個小時的流程 那所以剛剛你還是想要先請就是 奧居跟大家簡單的自我介紹 或者是攬招呼 剛好我是奧居剛加入的那個電力小店 哈哈哈哈 不高興會見各位大家的訊息 然後這次就是連任之後我的工作 雖然我們政委分工表還沒有完成盤點 但是我想社會創新跟開放政府 還是會在就是蔡總統第二個任期裡面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社會創新我們傳統上說 眾人知識眾人組織嘛 那就是大家一起來完成一些大家都有好處的事情 那在以前呢總是覺得說你解決的是可能一個地方 好比像說一個城市或者一個鄉村等等的問題 就已經很多了很厲害了確實也是這樣 但是這次的疫情讓我們看到說 我們解決我們自己全國性的問題 大家像一個口罩地圖一個社會創新上限 一千萬人以上使用之外 還跑到南韓的也在用 全世界都在用 所以我想台灣Can Help 這個我們已經講了三年了 但是在最近呢 這幾個月裡面確實變成一個選學 所以很高興有這個機會跟大家來討論 好 那對其實問題一 剛才鄭委已經有先稍微幫我們暖身了一下 所以我們第一大的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想要聚焦在這個防疫策略裡面 其實公布門採取了很多 就是讓民眾覺得非常有感的這種 所謂有社會創新概念的行動 那我們這一次直播想要主要就是聚焦在兩個面上探討 第一個其實就是怎麼樣讓口罩有公平 而且透明的分配 第二個其實就是防堵假消息的這件事情 那所以那鄭委也身為這個防疫國家隊的這個靈魂人物 所以接下來就是 首先我想要先請鄭委從就是口罩這件事情開始分享 就是說口罩其實在剛開始年初的時候我想 其實大家對這個口罩產能啊 也就是很惶恐 然後也有很多這個造成社會上的討論的動大 所以想要請鄭委去分享一下 就是說當初怎麼發想出這個口罩點子 口罩地圖的這個點子 然後具體來說 因為在當時一定是很多人都想要各自做一點事情 所以怎麼樣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 迅速的又集結起大家的力量 然後一起有一個這個所謂的群聚的影響力 就是想要請鄭委分享一下 是 我想這裡面有三個階段 一個是說在超商 我們就是口罩0.0 就是沒有實名制嘛 雖然一個人只能買三片 但其實萊爾夫也不會指導你在全家買過了 或者OK也不會指導你在7000買過了 我現在講到四個都要提到 也是公平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其實 就是年紀就有很多傳言 那時候我就聽到一個傳言說 半夜兩點他會撲貨到各大超商 那三點就有人騎摩托車 然後一家一家 對我當時也有聽到這個 就是變一個都市傳言 你沒有辦法去驗證他 但實際上就是說 你早上六七點真的很多超商就已經貼出售完 那這個時候就會產生很大的不信任 你不知道是真的因為有人是半夜三點掃貨 還是說有人按槓 還是怎麼樣 就是說會非常的就是人跟人之間會有很多才績 而且你跑到第四家的時候可能就已經很累了 那心情也會不好 那超商店員呢當然也是就變成了鼓主 那所以這個情況下 當時就有一個朋友叫吳展偉嘛 他是一個台南人 那他就寫了一個口罩地圖 那這個地圖呢 他去把所有的超商放在台灣的地圖上 他的朋友呢 這個他的家人呢 本來都在LINE上面告訴別人說 欸這家還有貨 這家已經沒有貨了等等 他被洗板很煩 他就告訴他的朋友說 欸你到我的地圖上去標記去標明 那這樣子的概念其實就叫做 就是說 因為重包嘛 就是群眾外包 每個人都好像一個調查員一樣 去回報說到底還沒有貨 欸可是呢很不幸的 或者很迅運運的 他的朋友就告訴我媒體 然後媒體就在這個全國發送 那所以呢他去吃個午飯回來 就發現自己欠了Google60萬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他自己就沒有辦法 這個續航力有限 他隔天就把網站收掉了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也是其中一個先期使用者 所以我也是促成他欠Google60萬的人之一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就發現說 欸這真的是促進復興非常好的做法 因為公務門想到任何做法都好 所以呢我們就必須要把這個社會創新 變成是我們政策的一部分 那這個就是我常常說的 政府去支持 但是不去主導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有兩個作為 一個是說 我們就把它從超商變成到藥局 因為藥局可以刷健保卡嘛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欸我跟院長報告完 我們就好啊 那我們就來協調 藥師們看他們願不願意把他們每一分鐘的庫存都公開出來 這樣子的話你就不用靠排隊的人來回報 而是可以靠那個藥師的系統自動去回報 那這件事情就叫Open Government Data 就是開放政府的資料 那這個跟政府資訊公開是不一樣的 資訊公開基本上就是有人看過蓋過章在公開 所以你每周公開每個月公開什麼都是很常見的 但如果你每周公開藥局的收穫量 那大家跟藥師之間還是不不信任的關係 那但是當你是每分鐘公開的時候 大家去刷了就看到說 它的庫存量減二或減三 當然現在減九或減十 那如果你刷了發現它過了三分鐘 庫存量加九 你就打1922了 所以這個時候 就類似一個參與式共同保證的方法 來確保它的公平跟它的透明性 那第三個也是後來非常重要的 就是藥師也會有它自己的一些輸入 它比方說 藥師會說我發完號碼牌 其實我就應該要從口罩地圖上引申 不然的話 就是上面看起來我還有 但我只是過卡沒有過完 所以我們就陸續增加了 包含它的營業時間 發號碼牌跟發號碼牌時間 如果不一樣的話 就要再背出來 以及按一個鏡就可以引申 這些功能 這是第三個階段 就是由藥師的厲害關係人的參與 來告訴我們這個系統 一定要做得怎麼樣更好 大概是這樣一個過程 嗯 了解 那我其實作為那個就是 看到口罩地圖一路 一路見直到現在 也有一個小疑問 就是說 這件公民先行的行為 或是點子 怎麼樣讓就是龐大的政府機器 也可以動起來 因為其實我之前有看到一些 行政院分享的影響 我還看到就是政委自己在扣定 所以我就是好奇就是說 這一切 因為其實各部會也很急著 要針對他們的業務組的範圍 對 對 所以像這種跨部會的專案 它的人力組成來說 它是一個 比如說特殊任務小組嗎 還是 比如說主要是由政委帶領 這些人在扣定 還是各部會其實也會有調度 就是這種 特殊任務的人力 大家一起來做這件事情 對 這非常好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所謂的 就是口罩實名制的系統 它其實是兩塊系統嘛 一塊是吳展偉 那當然後來江明宗 後來包含集管家 那是HTCDIP2團隊 等等這些朋友 這叫做應用面 但是資料的搜集面 還是這個 只有健保署才能夠寫這套系統 因為健保署才能夠管健保卡的資料 所以這裡我們就有幾件事 一個是說鑰匙當時很怕就是說 如果你走的是賣性處方前的那個系統 那它過一個卡就要等20秒 那這樣子的話 它一整天賣口罩都賣不完 那怎麼樣把它瞬間修改成 一兩秒就可以過卡 那原因就是因為它其實不真的讀取 或寫入你的健保卡裡面的資料 它只是從健保卡裡面知道 這張卡是合格的 以及這張卡所被印到身份證字號 但是它其實完全不知道 你看過哪些醫生 或者是人家看過哪些藥給你 因為它如果要看的話 你就要等10秒以上 所以這個它其實不是把健保卡 當作一個載體 而是把健保卡當作 身份確認的工具而已 那這塊主要就是健保署的 資訊的小組 然後以及資訊宏雲等等去開發的 所以我在這個中間 其實是一個轉譯者的角色 就是說把民間在 Slack上面 討論這些東西 轉譯成我們跨部會的 各個朋友在我們的 Rocket Chat 平台 這兩個見面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就是我從這邊靠到右邊 然後確保說大家能夠理解到 民間要這些東西 其實不是要跟我們打對牌 大家真的是想要照顧 好比方說不會用地圖的人 他只會用Online的那個聊天機器人 那疾管家其實就是一個一開始 這樣重要的一個管道 因為如果不是疾管家的話 那一開始那個地圖說真的 也不是非常容易使用 所以疾管家 其實疾管家也算是公務門的對不對 因為它是疾管署的 可是它是完全 完全是以公民社群的角度 所以它取用的開放資料 跟大家都是一樣的 那只有這樣子你才能夠跳過 就是公務門裡面的那些 就是需要掌管才識的那個東西 而是說反而是民間來開出規格 我們是滿足民間的規格 如果是我們開規格 我們就要走採購法流程 那樣子的話幾乎就是分門別類條條框框 因為你很難七個機關一起聯合採購一個東西 對 但是我們現在是反過來 是吳展偉開規格 然後我們滿足他的規格 所以我們變成以防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動用各種各樣跨步會的資源 因為中間沒有對價的關係 喔 了解 所以也好奇就是說 那後續再衍生到比如說口罩2.0 口罩3.0 鞋座的模式都是一樣的嗎 對 都是一樣 到現在這個專案的時候 都還是同樣的成分 是是是 然後都一樣還是有民間來開會 對 就是我們大概就是在看民間做出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就去empower它 那empower其實很難翻譯嘛 但我現在翻成增服就很好翻譯 對 增服 以前都叫增能嘛 增能就不是很確定意思 但是增服大家都知道意思喔 好 所以就是 現在的想法就是說 好比像說為什麼會有2.0 那就是因為民間也有另外有朋友 叫做 駿鴻 紅進幾十夢黑末 他有開發出一個口罩儀錶板 然後我們看儀錶板就可以知道到哪邊 我們的撲破量太多 撲破量不足 我們看儀錶板也可以知道說 就是很奇怪有那些特定的區 因為它是一直盪到那個象徵區 就是好像好比像說主殼 或者是說一些這個軟體園區等等 這裡面的人就一直不會去要去刷卡買 去買口罩 那原因也很簡單 因為他們工作時間很長 他們下班的時候 要是已經下班了 而且他們也沒有跟家人一起住 所以他們也沒有辦法把健保卡交給誰 讓他幫忙去買 那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當時 因為我們口罩國家隊的整個目的 就是要讓口罩的可取用率 到達人口的百分之90 這樣子你才能把R值壓下來 那我們大概到七成左右就上不去了 因為就是有中間這一群爆肝的年輕朋友們 他一直沒有辦法取得口罩 那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拿是拿這樣子的一個分析 我事實上那個口罩儀錶板 我就在每個禮拜開會的時候 就轉過來給這個蘇院長看 就說那我們就必須要去找24小時營業的朋友們 那24小時營業的朋友們 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才能夠有效的去取得口罩呢等等 那這個就會是四大超商開始 然後接下來就是包含這個美聯社啊 或全聯啊等等也都加入 所以我想這樣子的一個調度的模式 還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 他們告訴我們說 怎麼樣子才能夠最好的配貨 怎麼樣子不會發生爭議 怎麼樣子不排隊等等 那我們就是去實作這些 現在是經濟部門的朋友 來告訴我們的這些規格 所以我們又變成經濟部門的一方 所以一開始社會部門可以出需求 經濟部門把它這個擴大 那我們就是增幅社會部門 對經濟部門提出的要求 那你們這段時間有好好的去找嗎 有有 我就是剛上線的那幾天不太有睡 對但是但是除了1.0剛上線那三天 2.0剛上線那三天之外 我的來都睡得很衝擊 那接下來會有4.0嗎 還是會如新聞書說的 比如說因為口罩會到達這個 1.1等級的這個產量 所以就會完全開放 對就是說當然坊間也已經在把那個 就是響應就是你把你沒有0的配額 這個心意啊能夠響應出去 這部分已經有人把它叫做4.0了 那我也沒有抗拒這個講法 那所以有5.0嗎 沒有 目前沒有5.0的規劃 因為我們接下來就是因為變成定額整用 每一天我們很確定一定可以有1,500萬的這個口罩進帳 那事實上需求量也差不多一天就是1,500萬 已經非常穩定了 所以這個超過的部分當然就可以自由賣賣 了解了解 那想問政偉就是你覺得在過程中就是覺得最困難 或者是最不容易複製到比如說其他這種協定模式的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小故事 對 其實這裡面很有意思 就是其實本來健保署是要在自己的網站上有個查詢界面 而且他們也做了一個很類似地圖的東西 對那但是呢 他們就是覺得說自己網站一定要是即時的嘛 所以說你每次連他就連去資料庫 那是精確到秒 然後呢他釋出給開放資料 一開始是覺得說那我們可能1小時一次啦也就差不多了 那他後來就發現說當你只有這樣子就是機關的資料比民間的要來得及時的時候 就沒有要去用民間的啊 當然大家都去機關的啊 因為那個是最準的啊 那結果結果他們就當戰了 所以 然後當戰之後就發現說 真的是這個民間的分流是絕對必要的 因為民間如果你每3分鐘 那時候我們協調到最後那一天是30秒釋出資料的話 其實跟即時也差不了多少 那民間自然會有他分流的方法 而且退一步講即使某個地圖盪掉了 另外一個地圖還在啊 即使兩個地圖都盪掉了 你還有其人心裡寫新的地圖啊 所以民間自己會去分散這樣子的流量 所以我們後來的focus就是說去跟Google談判 要他免了這個吳宅偉的債啊 正如他免了別人的債 對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Google到最後也是把這個看成不是只是CSR而已 因為他們實際開發出來的吳宅偉在超商之後 他自己也比較少coding 是一些就是Google開發者 他們就發現說這個真的是demo這個Google的API 比起其他的API要來得好 適合開發者來開發等等的一個 類似一個絕佳的一個宣傳管道啦 所以他們後來就把它當作BD來用 而不是當作CSR來用 所以才能夠去免掉比較多的佔用 知道BD的預算比較多 對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我們才能夠協調健保署說 那他就真的完全不要自己在架任何的查詢界面或地圖 我們完全就是靠民間的 那這個就完全是在24小時裡面完成這個審調 那這個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韓國本來沒有打算即時釋出他們的存量 是他們的公民社群拿台灣的例子 然後去跟他們的政府談判 說台灣都這樣做了 你看他們互信的程度比我們高這麼多 那韓國到最後就同意了 韓國人到現在都還在用江明宗的例子 對 那所以當時口罩1.0的這些剛開始幫助的推手 他們應該政治工作也不是這個 那他們現在還有在 就是還需要這樣日常投入 然後持續的協助嗎 像吳三瑋的那也已經收掉了 對但他有開放圓馬出來 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加一個 那江明宗的那也因為用的主要都是開放圓馬的資源 所以他的就是 使用的費用是有限的 所以其實像他們那時候就是 存量甚至還有十片的時候 還有一片的時候 都會都會不是顯示紅色 對所以就是有很大的一個 造成要是很大的困擾 因為他有時候就有一個零頭沒有扣到 那但其實他等於是已經賣完了 對那所以我還自己上去改 把他改成說存量這個低於百分之十啊 就要顯示紅色了 對那江明宗當然就是因為他還要帶小孩嘛等等 就是那他也很高興 就是說有人幫忙改改了他只要按一個鍵就可以把功能加上去 所以我就是常常做這種補位的工作啦 就是看到說可能產生就是各方厲害關係 開始有一些衝突或一些緊張的時候 那我就趕快去改一下那個參數 讓大家可以比較緩衡一點 嗯重要的debugger 嗯嗯嗯嗯 好那對我覺得這個 剛才這個口罩的小護士呢 我覺得很精彩 那接下來想要談談另外一個詞 就是防毒假消息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在防疫期間也有很多就是假消息 對 比如說像我至少有接收到五次說要搶購衛生紙 對啊對啊 這個衛生對也鞭料 然後說什麼連尿布也要吞啊 然後那個獅子巾也要吞啊之類的 所以我想就是第二個這一次其實公部門著力 而且民眾也很有感的其實就是這個防毒假消息 然後中間其實就是有透過這個所謂的民營工程 對對對 給他一個 給他一個 給他一個名稱 所以就是想要請政委也分享就是說 民營工程覺得可以成功擴散他的關鍵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也是具體的小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對我想民營工程他的目的其實是 就是讓大家在看到一個就是假消息的時候 把它傳出去平均傳出去接觸到的人數可以少於一馬 那這個就是大家現在耳熟能詳的R0 就是基本傳染數基本再生數 那這個數字其實你用公衛的角度看假消息 那就可以發現說大部分調動大家情緒 讓他的就是go viral就是就像病毒一樣擴散的情緒 大概不出就是那叫什麼樂樂跟怒怒啊 就是快樂跟憤怒的這兩種情緒 就是說你如果覺得某個東西真的太好笑了 不能只有我看到你會按分享 如果某個東西你覺得說這個真的是實在是害人聽聞 怎麼可以有這種事發生你也會按分享 那其他的情緒都排到比較後面 那所以很多的假消息他事實上是靠著這種同仇敵開的情緒去分享 那你要怎麼樣讓他基本傳染出整體呢 你就是要讓同樣的這樣子一種就是你覺得很重要 所以不得不分享的感覺在同一個題目上面 先用到快樂這邊去就是幽默這邊去 所以像當時的就是我們這個新任發言人的得意之作 就是我們只有伊利卡森的這個名 他的概念就是說因為這個標題實在是太鬆動 而且再配上院長的這個背影 那所以就是讓人會覺得說極為荒謬 但是他又沒有開到別人的玩笑 他不是那種就是攻擊別人的那種荒謬 他是就是開自己玩笑的幽默 那所以呢這個時候你就會因為很好笑願意分享 但他分享事實上是裡面有個表格 那個表格是最重要的嘛 就是說衛生紙的產地是南美 那我們口罩的原料產地是我們這邊自己 所以這兩個不管我們口罩增產十倍 也不可能影響到衛生紙的供應量 那其實這個才是我們想要講的 但是當這個東西已經散播到大家眼前的時候 其實你如果再看到就是之前的謠言的話 就是那種說你剛剛說要囤什麼東西的謠言 你看了就算了你也不會按分享 因為說真的他沒有那麼好笑 他義分填寅的程度也沒有剛剛那個好笑程度大 那所以只要我們最大化這種大家就是笑一下 然後發現說真的事情是這樣的話 那之後同一個題目他就不會再因為這個 就是同仇敵開的關係去散播了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工部門各個小編 大概都已經做到如火成型的程度了 只是說就是 就當然我也提供一些素材 但是我這邊還是想要提醒說 這個謠言它只是外包裝 重點還是那個裡面要大家記住的那個資訊 所以像總裁說 這個你在戶外要保持兩隻總裁的距離 室內要保持三隻總裁的距離 那個social distance才是重點 那當然很可愛的狗狗圖片只是包裝 所以那個包裝永遠要把人的那個視線帶到那個重點裡面去 但是如果他沒有重點而只是包裝的話 那就失去我們民營闢謠的意義 嗯 了解了解 那我想其實在不管是幫助假消息 或者是說就是增進媒體素養的這一塊 其實民間也一直都有就是很多 很多不管是專案也好 或者組織也好想做的 不管是社群平台 或者是說第三方事實查的 那也好奇就是說 政府在幫助假消息這一塊有沒有什麼想 就是適合或者是期待跟民間一起攜手 然後讓未來的這個民營工程可以更升級到 這一個更更更更擴大影響力的這樣子 對啊對啊 他比較說有那個得了一個就是台美合作的那個大獎的房價達人 對就是很好的例子 房價達人他的這個概念其實是從真的假的來的嘛 那然後他在群組裡面闢謠的那個做法也是參考美育營嘛 所以這同樣的就是說社會部門先建立一套 大家覺得這樣可以的模式 但是經濟部門就是我們的趨勢科技的工程師 把他結合這個經濟部門 他自己本來有的一套運作邏輯 簡單來講就是說他看到詐騙或看到病毒 或看到就是不時的那個就是網路上 就是那種就是貨到付款 然後你買一個什麼iPhone 只需要一般十分之一的錢 然後送來一塊磚筒的那種東西啊 那這些他也都去偵測 那這樣的話對於很多就是長輩來講 那這樣的話對於很多就是長輩來講 防詐達人他的那個效用 就比梅玉或子晶甲的要來的高 因為他還可以防很多別的東西 包含詐騙等等 就是反智甲訊息只是他眾多功能之一 那這樣子的話大家也會發現說 那趨勢科技第一個你可能聽過 或你比較相信他 那第二個他本來就是防毒嘛 他這個掃描一個訊息 他自己不存紀錄 然後回應這個就是真實的神經訊息給你 本來就是大家習慣趨勢科技 應該要推出的強明線 所以這樣的話同樣的就是 他就是會把社會部門的這個創新 把它規模化 然後觸及更多的人 所以我現在就是蠻推薦就是防詐達人 而且他的吉祥物也是一隻可愛的狗狗 那所以跟我們總裁一樣 是非常老少嫌疑的 所以他是防疫鬆而生成的 他是之前前面的一個叫做 U.S.Taiwan Tech Challenge 對就是 對如何就是防智甲訊息危害 的這樣子一個礦國挑戰賽 那他是得了首獎 哦了解了解 那剛剛鄭文其實有提到很多啊 就是政府部門啊 社會部門啊 經濟部門的這個 大家動起來的那個交集 那所以其實進到第二大塊的題目 就是想要聊聊這個社會企業 就是這個社會經濟部門 那其實社企業就是在三月初的時候 有做了一個調查 那當時其實也是想了解 那個就是新冠肺炎對於這個產業的衝擊 所以其實當時大概有九成的社企業 都有提到說他們已經受到影響 然後營業額減少啊等等之類的 那我想鄭文因為主責這個社會創新的業務 所以就是像你求救的這個 很多啊 還跑來幫我看頭髮 然後拍了一些業照 對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我想就是 第一題我想當然就是也先請鄭文分享 就是說在疫情衝擊上或是所謂 接下來進入到這個防疫新生活 或是後疫情時代 我覺得有哪些 在你的觀察裡面有哪些社會企業是 在就是疫情的這個之下受到比較大的衝擊的 然後哪些反而其實逆勢成長 那因為疫情帶給大家的機會跟挑戰是什麼 對其實我想這是全球跟台灣的狀況不太一樣 因為台灣並沒有封城 對所以我們也沒有因為封城而出現的 就是一些行業直接消失 那另外一些行業就直接暴漲的這個情況 所以大家雖然說受影響 那受影響的發出是有限的 當然除了就是航空那是另外一回事 對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看到的趨勢就是說 你在這個疫情的過程裡面 你越能夠去透過線上的方法 組織起認同你的價值的人 那這個就從就是最基本的便商取餐等等 然後一路到說 新型態的教育創新等等 因為大家其實關在家裡就有很多時間 那這個時候你拿來就是重新認識說 其實看直播如果現在配上一台4K的 這個因為你用MicroHDMI 應該沒有4K出去 但是可能1080P的這種直播的話 其實大家看的是蠻清楚的 那這個就跟大家以前覺得說 那我透過線上這個見面只有兩分情 那但是實體見面有三分情 那所以大家還是盡可能的去實體見面嘛 那但是我們現在就發現很多社會創新的方法 是可以讓你線上見面 不管是透過高的解析度 或者是透過大家這個共享一些 就是符號啦 或者是燈泡嗎 對對對 那或者是說 像我們在那個就是居定比林寺政府 辦的黑客松裡面是大家都透過外送點一樣的披薩 或等等的這些方式去營造出一種 雖然是遠距但是還是臨場的感覺 那我們就發現說 越能夠透過網路經營這種遠距的臨場的感覺 的部門 那它所販賣的服務或者商品 就越容易逆時成長 那那些特別依賴 就是看得清楚面對面的表情的 特別因為我們都戴了口罩 所以見面說不定剩一分情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們就會受到影響受到衝擊 對 這個的確也是我們所觀察到的 那我想這我應該有跟蠻多 就是這種社會創新的從業者有互動 那我們自己其實有遇到一些 這些創業者他就有說 因為其實很多很多新創 特別是社會創新領域的新創 其實都是在回應一些新興的社會主義 所以它的行業有時候很難界定 那在行政院的這個書困方案下 其實就會變成比如說 如果在做一些這個永續旅遊相關的 那種非傳統的旅行社的組織 他就會變成說他不管是觀光局 或者交通部或者文化部的這些紓困 他可能都不一定能夠使用 對啊 有一個辦法就是 你直接請股化基金投資 那它有一個 有特別股的計畫 對它有特別股計畫 跟大家介紹一下 特別股計畫簡單來講 就是說它運用我們公司法 新創辦的一個概念 就是股份有限公司 現在也可以像以前的閉鎖性公司一樣 讓一些人入股 但是這個入股呢 不影響到你的使命 為什麼呢 因為它沒有投票權 所以它只有股權 但是沒有決策權 所以說即使他真的入股的那個金額很大 你也不用擔心變成國營企業 因為我們對於介入你的這個董事會 一點興趣都沒有 對 如果就是因為疫情 所以你有賺錢 那那水人多少收回一點 那這樣很棒 那但是如果因為疫情 所以你真的受到影響很大 那因為那是投資嘛 並不是債嘛 所以說你也不會有留下欠債 什麼樣的紀錄 那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對於公司法的一個 非常有創意的運用 在我們就是公司 特別是現在公司型態的社會企業 會說我就是以什麼什麼為我的公司使命 股東的賺錢與否說真的 尚在其次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 國化基金也不會過穩 它也會統一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比傳統上這種 比較以補助思維的 它還是認為說 你有賺錢有盈利 EPS 也是它的一個 KPI 這種傳統給經濟部門的 我覺得要來的適合 所以真的啦 就是國化基金就是多多使用一點 那延伸其實也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在這個紓困方案的資源發佈之後 其實也陸續大明街就會很深 那其中有一塊就是說 其實對於NGO界的紓困 好像就也沒辦法直接的使用 像社區大學有他們自己的紓困方案 對 其實主要就是說 你的這個組織在紓困的過程裡面 你受疫情影響 你在回來的時候 就是復原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去引導大家 更進入正興的階段 那如果你可以講得出來 這是你的這個什麼改變理論 就是說 我現在就是在紓困的階段 讓你回來 那你可以怎麼樣子去促進在正興階段 就是更加活絡 大家又重新建立社會連帶 等等這種關係 那你到1988那個網站上 就比較有可能找得到跟你相關的 那甚至包含什麼農產品的展售的配送啊 你可以怎麼幾公斤補助多少錢啊 這都非常的細 就是說每個部會 其實也有他的實證目標嘛 也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實證目標達成率也都有限 那所以你就把這31個部會 除了中央銀行 看作NPO 那所以他們的年度計畫 也受到疫情影響 所以你越能夠跟他達成相同的目標 他的資源就越容易給你 因為說真的他的達成率已經受到威脅了 那你如果願意幫他充一下達成率的話 他是不會令期就是給你資源的 大概要從這樣子的角度去思考 感謝這碗為大家點了一個名等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我覺得也是我們有受到一些詢問 我想應該也有更多人問這碗 就是說其實很多企業端也有發 大型的比較大型的企業端 也有發現說其實疫情對於 不管是社會企業或是NGO 有造成一定的衝擊 所以他們也會問說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投入比較好 是要捐人力呢 還是要捐物資呢 還是要捐金錢呢 那大部分其實都是一個沒辦法判斷的狀態 就是後來就是詢問社區 所以我想就是也 政委也可以請您來分享一下 就是對於這種想要 針對社會創新的領域紓困的這些大型企業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建議 或是您看到這麼多社會創新組織共同的需求 不過我這個是非常同意社氣流 一向以來的倡議 叫做工業鏈整合 事實上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透過這幾年的Bying Power 我們看到很順利的做到工業鏈整合的 那不但是就像剛剛講的 它用的不是CSR 它是BD部門的錢 不但它的這個錢是比較多的 而且它會刺激我們在這邊 就產生社會價值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能夠證明說 我們產品跟服務的品質 是因為大家參與而變得更好 而不是說好像就打個折扣 那所以這個對於翻轉 就是社氣在大家腦裡的形象 香港不太需要翻轉 因為說不定認同認知社氣已經超過50% 我們還沒有大調查 還不知道 但是就是 快開講 快快開講 對對對 希望這次有超過50% 只要社氣主流的話 對 那如果就是還沒有到50%的話 它有可能去說服另外希望只有52% 51%慢慢往下減 對這些朋友們說 其實社氣它是一個 等於集合大家的創意跟力量 讓消費者可以變成共同生產者的這種感覺 至少共同生產點子 對這樣子的朋友 這樣子做出來的品質 只會更好而不會更壞 所以它更值得整合到你的供應鏈裡面 那我覺得這個訊息要很明確的做出來 所以如果你是一家單事業的話 我的城市的建議就是去看Buyin Power的行路 然後即使在上面沒有的 你覺得說某一個產品或服務真的可以稍微改一下 就符合我的需求的話 那就不利於去跟這些就是有產品或服務的社會創新組織看 那這樣子的話 也許你的一個產品線就是具有社氣精神的產品線 雖然你的整個企業還沒有變成社詞 那這個也是我們非常鼓勵的一種合作的方法 嗯就是從供應鏈的角度去思考 怎樣可以跟社系一起是一個建立一個partnership 而不是你是一些傳統的捐助 就是你的許多條供應鏈裡面跳一條把它設計的方法 嗯嗯嗯嗯嗯 了解 好謝謝鄭文 那另外還有一個 因為剛剛談了很多其實比較是近有的這個社會界的影響 那其實也有一些就是這個也是最近最常被其他組織問 就是說那在這個疫情之下有沒有衍生什麼新的生活問題 你是你有預見或是觀察到的 那如果是有沒有什麼就是因為疫情而生的這個這個社會創新的機會 可以投入就可以降低這個未來接受的風險 是啊是啊我們我們台美防疫松其實就是做這個嘛 我們是請大家集思廣益解決全世界這一類的問題 包含怎麼樣過渡到這個疫後的這個新的生活的常態 那或者是說我們怎麼樣前線人員的負擔可以少一點等等這些題目 所以只要到cohack.tw大概就會看到我們雀屏中選的五個新科的冠軍 這五個冠軍都會收到三人份大同天鋪上面有行政院跟AIT的雷射標誌 這真的 這是我們的獎品 所以他們後續會再持續的推進 會會會 這個我們會就是扛滅很多我們這邊CECC的資源去幫他們做開發 有一些坦白講解決的是社區傳播階段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可能暫時用不到 但是我們會盡可能去協調 像英國現在就沒有興趣 那或者是美國的就是個別的州 我們就會協調他們的這些朋友去率先採用台灣這邊開發出來的這些方案 有一些我真的覺得就是真的很有創意 要比上說有一個是等你接受疫調的時候來幫你回想你之前到底去了哪裡做了什麼事情等等的一個疫調轉移機器人 非常的有意思 但是他只住在你的手機裡面 他也不會分享任何個人責任要出去 但是他等於就是你的一個個人日記這樣子的活動 那這個活動他有視覺化有怎麼樣 就是在你接受疫調的時候你可以非常這個順理成章的 而且是完全不會來來回回好幾次的去就是分享你願意分享的程度的這個個人的資訊等等 那我覺得這也是很有意思 就是他完全從被疫調的那個人員的需求出發 使用所謂mydata就是完全保護各自的角度去想 而不是從去疫調的那個人員的這個角度去想 那就是這個團隊叫做的叫lock board 那是獲得評審的一致的贊賞 所以就是依這種的了解在這個防疫中的提案的面上 或是領域裡面大概比較常見的前三大問題 對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就是說幫助疫調 幫助追蹤 對那幫助好比上整個社區去評估這個社區目前的風險程度如何等等的 那這個是一個很很常見的題目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叫做資料視覺化或者是更進一步的就是叫做用資料說故事 那就是說好比上說你是公衛的專家 然後呢你經過了這樣子的分析之後 你要告訴你的這個人名以及你的就是決策者 說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必須要採行這一系列的措施才能夠去有效的控制住疫情 那但是你要怎麼樣子把這個資料講出一個好故事呢 那這個時候AI就可以幫你講出一個好故事 因為如果講不出好故事的話 第一個人民為什麼要理你呢 那第二個是說如果你的決策者就是沒有同位方面的專業的話 那他也很可能是因為政治的情勢社會壓力等等去做出別的決策 當然在台灣我們真的沒有這個問題 對 我們就是主要的決策者都是就是非常厲害的公衛的背景的朋友 所以我的唯一是說這樣子就是資料的轉移 可以讓大家更清楚的on the same page 就是就是論事的討論我們社會必須要集體採取的一些行動 從而讓大家能夠更自發的來完成 不然的話如果你只是一個面臨一個動作 也不了解後面的實際的狀況 會拿著就是防疫的這些科學知識 那這樣的話其實民間也沒有社會創新發展的空間 所以第二個就是這個視覺化轉移的活動 那第三個就是也是你剛剛講到的 就是說如果我現在在就是做一些活動 它受到疫情的影響 除了從政府這邊的紓困資源之外 又沒有一些從別的經濟部門或社會部門來的資源 或是我可以怎麼樣改變好像做一些數位轉型等等 讓我能夠更適應這個後疫情的這個狀況 那這種就是就是企業自救 或者是團體自救組織自救的這個東西 對也是有這樣子 有一個叫跨領域研究室就是做這個題目 喔自救的 對對對 好酷喔 好我應該要再多研究一下這個防疫什麼 所以他們還會持續多久 就是比如說會花半年到一點時間 我們會繼續去輔導 當然每個月的狀況不一樣 那像剛剛的那個就是視覺化講故事的 他是一個公司的產品 是叫做Gemini Explore 我沒有記錯的話 對也有組織來投 也有組織來投 對也有組織來投 對也有組織參賽 不過那個也是台灣這邊好像精神資訊 等等的旗下的 等於共同投資的一個事業題 所以就是說它的成熟度不同 有的已經成熟了 是目前還在發展的概念 嗯了解了解 好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多看看這個防疫宗 網站上面的團隊 搞不好就會有更多新的點子 那最後一個問題其實也是就是這個 符印這個剛才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520之後新的那個嘛 那因為其實這個社會創建庭動方案 大概是從2080到2022年 所以現在大概是在其中 其中階段 對 那我想很多人都好奇 馬上考試就要揭曉了 到底有沒有超過一半的人 聽過並且認同學 對 那我想很多人其實也都好奇就是說 在未來的任期裡面 就是政委會怎麼看待 就是這個社會創建的政策上 有哪些是在這個前兩年就已經做得不錯的 那哪些是會在前兩年的基礎上 會有更多不破啊創新啊的一些 嗯 對我覺得這一次就是像我們剛剛一開始看的口罩地圖 對 當時我們在那個台灣CanHelp.us 的那個網頁上面 就是阿迪阿永珍阿大喊阿他們的志祺阿他們那個網站 就是也是一個群眾母子的那個網站上面 我們看到口罩地圖被描述成為這個Civil Engineering 那這個字其實非常有意思 就是它事實上是公共工程 就是呃造橋孤魯 土木系的那個意思 對 那這是第一次我們看到公民科技的這種社創 被用Civil Engineering來描寫 所以我們還想說是不是寫錯字 對 後來啊 我跟吳詹偉去NAT的那個呃就是直播 上面談他的作品嘛 對 就發現他從他簡報裡來的 嗯 他真的認為他在做的是Civil Engineering 嗯 後來我一想確實 因為他的使用者已經超過千萬人 對 就是一大半的人台灣人在用他的產品 嗯 這個時候他的貢獻的程度 他的公共利益的效用 就跟高速公務是一樣的東西 對 那這個情況下他要考慮的社會影響力就非常非常的大 他一個參數出錯要是就會跟顧客起很多的衝突 沒錯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不是只是好像是小規模的大家自己做好玩的解決情況好好的問題 我們忽然間這些社會創新者要承擔的社會責任不一樣於公務員了 對 那這個是一個全新的一個型態 在以前從來沒有一個數位社會創新的項目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真的就變成公共工程的這個程度 對 所以大家就發現說這不但是可行的 而且說不定這種逆向採購 就是我們以前說PPP都是我們定規格 但是就像剛剛講的這個綁手綁腳 反過來民間定規格我們當乙方 這個聽起來非常不直觀 可是我們口罩每次迭代都告訴我們這樣做才是對的 對 那所以我想這種新的就是夥伴關係的這個模式 我覺得是在防疫之後 大家隨口都可以講說 欸可是當年我們是這樣子怎麼怎麼做 那所以我們不管是防疫送也好 或接下來總統被黑客送也好 我們都看到更多更有野心的社會創新專案 根本就是把公務員當作廠商使喚的那樣子的提法 對 那我是覺得這是真的很不錯 就表示大家想要解決問題那個得局變得更大 嗯 所以政委就是會繼續擔任這個公務員的轉譯者 那沒問題 補位者 然後讓這些民間更多各式各樣的這個能量可以就是擴大 對 就是等於社會部門調動公務員來讓經濟部呢符合社會部門要求的那種永續的正當性的做法 嗯 然後所以我們很多的那個讀者也就是蠻年輕的分身年輕喔 所以接下來其實也有一些想跟政委分享 就是說其實政委是這個資深的遠距工作者 那這段時間其實也有大規模的實施遠距工作 甚至美國有很多科技的科技的巨頭就是說 接下來永遠的就是有這個遠距工作的出現 就到他復犯而一起 對所以就是好奇就是說 因為您曾經有提過就是說 因為遠距工作衍生的這些科技的運用可以達到跨國的社會團結的合作 對啊 所以有沒有能跟我們說明一下這樣新型態的合作模式是什麼 然後對於社會創新的發展有什麼幫助 對其實像我剛剛已經講了一個嘛 就是韓國的公民科技社群啊 像這種地圖去施壓他們的財新台灣的關係 對 那這個就是一個非常具體的例子 那又或者是說這個Cover Japan 也是一個日本的公民科技的創新社群 幫東京都做了一個很漂亮的 你一眼就可以知道他們目前確診啊檢測啊 怎麼樣要怎麼獲得幫助啊等等 這樣一個儀錶版嘛 一千儀錶版 那Gini Media的朋友突然一下子就把它翻成繁體中文 那在他翻完之後 繁體中文這幾個字反而沒有被放進去 所以那個繁體的體就還是和之和字 那我又不畏 所以就改成這個我們這邊的體啊 那當然這個Cover Japan的那個Halusuki桑就發現就很興奮嘛 他就tweet 然後他們的市議員就轉推 市議員既然轉推了 那當東京都知識就只好轉推 那沒有啦 他就誠心誠意的轉對 然後感謝我的協助 那這個其實很有意義 因為這個跟一般的外交關係完全是相反的 對 對 那另外外交關係是說 雙方的外交官先簽署了什麼 然後大家再一起做一個工程 那這個是完全不是啊 這個是我反過來 透過社會部門 我就作為一個公民社群裡面的參與者 去幫助他們改號他們的網站 那他們改號的網站也是因為我的這個contribution 而貢獻 不是因為我是什麼大臣 對 事實上大臣是君主立先生的參與 對 並不是因為我是什麼委員 對 那但是呢這種情況下 他的這個改變是立刻就解決那邊的人民的問題 嗯 所以說他們的代議室 就他們的市議員或什麼 就會覺得說 欸那有這樣子的能見度 對他們來講絕對是一件好事 因為希望更多人來關心嘛 更多人來一起一起貢獻 所以這個時候他反而在外交上面能見度 高過我們一般簽什麼MU的能見度 那這個是非常新的一個狀況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後來也被這個這個經驗所啟發 那就去做了一個就是你沒有領著口罩的配額 你可以響應就是外交的人道援助給前線的醫護 那所以像在WHA的前幾天 台灣這邊自己召開了一個小型多邊的這個會議嘛 大概14國的衛生官員參加 那所以我一開始分享的時候我就說 欸剛才我們這個衛福不同人有分享的那些口罩的捐獻啊 影片有多少多少遍的心意啊是多少多少人的 欸那而且都有名有信30萬人你可以到這個網站上面查 那這個就告訴我們說其實以前把這個叫第二軌外交 或者把這種人道援助叫第三部門可能是錯成了 現在這個才是主要的外交方法 社會部門才是主要的部門 那這個真的是很不一樣 嗯了解了解 這個我覺得的確也刷新了很多大家對於外交的這種行為的想像 那再回到就是遠距工作的這個部分就是 你會怎麼建議就是大家就是運用這個遠距工作 而衍生的新興科技 或者是說有沒有什麼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什麼過去沒有的工作機會會因為現在這個 就是常態型的這個半遠距或是全遠距模式的產生 對就絕對有啊 像那個江明宗吳展偉他們都是台南人 所以他們在開發整個土地圖的過程裡面其實沒有上過台北 那這個你是很難想像的 在以前那樣 江明宗當然有 但是吳展偉我完全就是是全部都開發完了 才第一次視訊 真的 那你們之前都是 就打字 就打字 所以就是說 像他對我來講 就是說 我完全不認識他 但是我感謝他 不是 但是因為他願意把那個他做的過程是完全公開透明 然後可以就是給得出交代 所以就是我對我來講 我對他的信任是因為他的工作隨時可以由任何人去接受 所以我不會覺得好像我在土地常常或怎麼樣 因為他是完全在所謂開放式創新的這個氛圍裡面去分享他做的事嘛 所以健保署也不是專門為了他而公開資料 也是為了所有之後一百多個不同的開發者 所以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說第一個 就是可能哪邊東西比較好吃 會變成比較重要的 那像GiniV的那個雙年會就被吸引去了台南 那接下來就會在台南辦了 因為大家在 真的是因為這樣子 就是後來他們發現好想工作時啊 這個在地的能量非常的強 而且呢他們的這個社會連帶可以確保說 每一次的社群只要吃去台南開會 都可以這個壯大社群 左個號物理右個號 對就是大家都變得更壯大 所以就是說這個對大家對實體聚會的想像 尤其是可以找到很容易 比較容易的找到這個通風條件良好 然後距離不用太遠 這個半戶外的這種地方啊 天氣會比較好比較不會下雨啊 等等這些 反而在意後變成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像這個 這次也讓大家認識這個台北賓館的 就是比較戶外的那個空間 或者是我們社會創新實驗中心啊 我們很多活動 大家後來告訴我們說挑戰那邊 就是因為它有遮雨的棚子 但是還是算戶外 所以大家只需要保持一公尺的距離 所以像這樣子的就是新的空間規劃 而這個空間是以實體 但是是半戶外 而且大家是比較開心的敞開的 而不是聚在一個很小的密閉的會議室裡面 反而更有助於大家透過像現在這種直播 或者是VR獲真實驚等等的方式 來把多個這樣子的點把它串接在一起 所以鄭偉作為資深的遠距永樂 有覺得這世界稍微跟上你的角度了吧 對我覺得 終於更多人可以 對確實 因為我以前講遠距工作的時候 大家都以為我在講在家工作 但是其實我在講的是說 去營造出一種對大家來講 都像是一個家的這種環境 就是說有廚房 然後有你自己可以工作的空間 你想要社交的話 也有一個就是半公開的這個空間 大家可以就是聊聊天啊 而且尤其當這個社放中心的營運團隊 換成術鞋之後 有的活動甚至冒出酒精飲料來了 所以這次我可能比較不敢放酒精 所以說他們就越來越會辦Party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樣子的空間裡面 其實你把任何兩個這種空間 把它串聯起來透過視訊或其他都不違和 因為大家就是在一個很開放協作的文化裡 但是你若是把兩個就是把人家觀景景 而且人很多的會議室連在一起 反而會有舉坐而且不自然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新的遠距的 就是很多個衛星 而且都沒有一個主會場的 這樣子的一種空間安排 我覺得未來也會變得很著名 嗯 了解了解 好 感謝政委的一些有趣的分享 那其實我們剛剛前面已經有譬如說談到防疫中啊 談到就是口罩捐助跟這個 就是集資買這個投擺廣告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台灣Can Help這個精神已經 就是有陸陸續續被討論到 我們今天還有特別準備一個 嗯 好想喔 你送我了 真的耶 這個小秘珍 對對對 非常非常棒 那目前距離這個直播 大概還有最後寶貴的10到15分鐘 所以我們其實有很多在線上的朋友 有累積了很多的問題 就是我想說也可以就是來請教政委的意見 對 就是其實可以就是詳細的答沒關係 是嗎 意思是說我們超時這個不會被改出去的 不會不會 好 OK 好像沒有反而後面沒事嘛 我們都超時 好 就是 其實有一題我覺得算是蠻多人會問的 就是說 科技防疫跟隱私權之間的兩難要怎麼權衡 我想這個是在很多公部門的這種 就是有社會創新的這個嘗試下 我覺得大家會好奇的 那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是剛才有提到的 就是說 很多社會創新的概念在公部門裡面 其實有點像是翻轉 就像剛剛講的假方便乳房 然後這次 所以其實有一位朋友非常厲害的提到說 剛剛有提到採購吧 有沒有可能借著這一次這些防疫行動的 這些各個累積起來的案例 藉此修正採購吧 讓他不要是單向的思考 非常非常好的問題 對這兩個問題 對好 那其實還有問到健保卡 不過那個我回答了 你偷看到了老闆 對 這個我再次強調 要是沒有辦法讀到你的健保卡裡面的 就是就義記錄的 那不管是販賣機也好 或者是後來在便利商店也好 其實用的都是同一個VPN後面的那一套系統 所以這些端末 有限度的 這些端末其實它只是幫忙聯繫回健保書的系統 它自己其實是沒有辦法讀到健保卡裡面的資料 更不用說存入那個資料 因為你如果存入或讀取健保卡裡面的資料 那個必須要是有很明確的醫療用途 那個是發作明定 但是如果你只是用健保卡來辨識你的身份的話 其實你早就可以在超商插健保卡 叫地價稅或其他地方稅 這個是現場的一條路徑 所以這個是完全就是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就已經有考慮到的 但是很高興朋友會提出來 也表示還有人在意 還有人在意是對我們是最棒的 對 對因為這樣我們才能推廣就是所謂 隱私權跟防疫是不需要犧牲任何一邊的這樣一種精神 因為如果你碰到這種就是假兩男 那然後那大家一定會覺得說 那我命都沒有了 那還有隱私嗎 對 那因為就像那個衛福部啊 這個之前就是在做數據分析的時候 最常被引用的數據資料之一是那個死因分析 那因為它很細 為什麼很細 因為人過世就沒有各自了 對但是就是說 呃 我們如果要這樣子講的話 那大家一定會願意犧牲一部分的意思 可是我覺得這 不是一個正確切入點 切入點應該是說 我們既然沒有宣布到緊急狀態 我們現在都還在法治的體系裡面 行政部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須要跟立法院交代 對 那大家要問的問題就是說 你有沒有符合那個最小侵害原則 是 就是說並不是不能侵害 大家都知道 你這個回國你要14天不接觸其他人 那這個是必須的侵害嘛 這是人身自由的侵害 那但是第一個 你有沒有讓他有選擇 好比像說 如果他選擇是住在自己家裡 那當然目前是運用手機嘛 做電子圍籬 但是如果他家裡的空間比較局促 或他就是平常沒有用手機的習慣 雖然很難想像 但是也是有這樣的人的 那他也許可以去選安心防疫旅館 那個就是物理的啦 對那所以就是第一個要讓大家有所選擇 那第二個是要一直檢討說 這麼多天是否真的有必要 話比像說他如果接下來是從紐西蘭回來 那還真的需要14天嗎 他們的確診案例數非常有限啦 說不定可以適度的縮短啊 用一些快篩啊等等來處理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公民社會應該要不斷的扣文 就是說我們在憲法所保障的 就是這些最基本的自由 然後在我們傳染病防治法所授予的 就是他真的可以證明有必要的情況下 我們隨著我們越來越了解這個病毒 隨著我們的篩檢這些技術越來越好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我們本來也同意 一定程度14天的隱私侵害 再把它減輕再把它縮短 然後再把它最小化 我覺得這個不要停止去問 這樣子才是一個就是比較健康的公民社會 能夠產生出來的態度 那所以我常常就是說 我非常感謝這個 本來說感謝9%的人啦 就是就是不是很同意指揮中心的這個措施 不過現在剩6%啦 但是百分之一還是很重要 就不管百分之一 關鍵少數 對要一直問這件事情 好那採購法其實它本來空間就很大 包含我們現在有那種就是 所謂的新創鼓勵採購的那個解決方案 或者是我們社會創新行動方案裡面也有 共同供應契約 就是說即使是一個比較客製化的服務啊等等這些 你還是可以先去跟兩個機關談好 然後就談出一個其實是你來告訴這些機關 應該要怎麼做社會創新 你可以量身打造一些你的不管是教程啊 或者是一些服務的方式啊等等 那但是只要兩個以上的機關願意信任你 那這樣他們就是共同採購 那這樣子你要說服第三個第四個機關 就變得比較容易 所以每次工程會就是聽到這樣子的建議的時候 都會告訴我們說 其實採購法的彈性都在那裡 只是承辦敢不敢去使用 那甚至像如果你是中央部會的話 你直接指定說有五組人 這五組人就是試五種不同的創新方案 失敗的話要寫出為什麼失敗 成功的話要寫出成功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五組人都去做使用者經驗的這個訪查 調查 我們最後再來開真正的標案 這種所謂的先期規劃標 意思開五組每組給九十萬 然後直接指定也不招標 誰來我就給誰 這個都是合法的 如果你的這個就是部長或者主委簽字的話 那這個我們之前就常常用在像 這個一戰式登山的服務網 或其他這種就需要大幅度的去問 我們平常不熟悉的 還有像山友 他們到底怎麼使用我們的公共服務 那很多錢就會花在這個上面 其實低於一百萬都可以 那但是這個同樣的它已經放在那裡 但是就是看主觀就是手掌 願不願意去使用 嗯 了解 所以像鋼體的隱私權或是採購法 其實都是 應該說比如說像隱私權 很多大家也是因為出於不了解 所以就有很多誤會 像之前那個手機 手機會收到檢訊這個件事 很多人就會說這個好像就是直接侵犯了 對對對 所以就是諸如此類像這樣 有沒有什麼政委 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機制 是可以讓民眾 就是對於這些政府的誤解 有一個更好的就是解惑的方式 當然就是我們現在很高興看到 就是在立法院 有很多立委願意就這些主題去舉辦 就是說明會或公平會 然後請相關的包含我們子安處的朋友啊等等 去解釋它系統設計的架構 那特別是包含說 其實你剛剛提到那個很好 因為那個就是有點類似像 就是現在下那麼大雨 所以就是你在土石流淺市區域 那你就有可能收到這種簡訊 就是要你快逃吧 沒錯 對 那但是這樣子的簡訊 其實他真的不知道 就是關於你的任何事情 他是知道你的手機在那一塊高危險區域 所以他就單向的這樣發送 那發送完之後 他也沒有辦法來控制你做什麼 對 所以我們這一類簡訊裡面 基本上不會放各自的 那這個其實有時候也造成困擾 像很多朋友來問我說 他有很多家人要一起這個預購口罩 可是他2.0的簡訊 他完全忘記 就是哪一個身份證字號 是對應到哪一個訂購序號 對啊 我昨天也是這樣 幫我小孩買的時候 沒錯 對對對 因為你買的時候不會去想說 我要按照年紀輕的買到年紀大的 對 你如果那樣做的話 你就序號 因為序號一定遞增嘛 你就很容易對得上 但你如果訂的時候 本來就是哪一個健保卡先拿到 就簽訂誰的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只有回到EMASC網站再去查詢 但是為什麼要讓大家這樣稍微不方便呢 就是因為很多詐騙集團裡面有你的 就是一部分的個資 對 所以我們如果放一部分個資的話 詐騙集團就很容易假冒EMASC系統 然後發一些有網址的 然後請你點開的 裡面有一部分的個資 所以會取信於你的這些做法 那詐騙集團非常喜歡EMASC 就是我們每一次 就是像2.0一上線 馬上就有人甚至透過試話 收到說 我是這個EMASC系統啊 您剛剛才訂購了口罩 因為大家都要搶第一秒嘛 所以他這樣講大概就會中嘛 對然後呢 希望你到某一個網址啊 因為你的登錄有錯誤啊什麼之類 所以我們就立刻請指揮官做一張圖卡 說EMASC絕對不會打電話給你 對 那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在發這些簡訊裡面 不但盡量不放關於你的個資 而且其實這個系統 就像剛剛講的那個圖16簡訊一樣 他只知道你的這個位置裡面有這些手機 他一次性發這個訊息之後 其實也並沒有什麼會傳的機制 嗯 了解了解 好感謝政委幫忙 釐清了很多大家心中可能的疑問 那最後有兩題 但我覺得這兩題其實就是環繞的剛剛講 就是說台灣可以help 但是除了台灣可以help之外 就是有這個參與者想要問政委說 有沒有什麼您現在有關注到 國外也不錯的抗議的做法 然後是台灣可以借鏡 或者是給大家一些點子 說後續可以怎麼投入這樣 那另外當然就是說 在後疫情時代 我像政委應該也在未來的任期 會繼續負責就是公民科技 然後社會創新跟新年創業 那這些領域裡面的有志知識 可以怎麼樣在這個後疫情時代 或是防疫新運動上有所幫助 對 非常好的問題啊 對其實我們的就是CCC一直都有參考 就是國外的好的做法 好比像說像剛剛講的Cover Japan 幫東京都做出來的那個儀表版 那它的視覺它的配色什麼之類 其實本來也是東京都用他們官方那個亮綠色 然後馬上就被這個專門這個做資訊親和力 或說可進性的朋友說如果你是就是就是有色嘛 或者是有其他的視覺障礙的話 那這個對比是不夠強的什麼之類 所以一下那個色調就被改掉了 對 那但是這個就是告訴我們說 當有那麼多的設計師 一起在關注一個有公眾利益的專案的時候 很快它的用字 它的配色它的拍板 什麼東西就會被調到一個大家都可以接受 而且覺得這樣子讓大家最安心的這個情況 那大家可能也注意到就是我們CCC的那張圖卡 以前的拍板也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是說怎麼樣子做好視覺溝通 我覺得這是跨國很容易分享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也很感謝就是國外很多設計師 把他們的這個想法也帶過來 所以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們在國外也看到 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在這波疫情裡面 他透過一些很有趣的方式來分享防疫的知識 好比像說像我經常翻譯的某個遊戲的作者 叫做Niki Case 我之前有翻譯過他的信任的演化 別讓徒刑不開心和焦慮一起冒險等等的 就是大家可能有聽過的一些作品 那圖文不符翻譯掉他的那個出櫃那件小事 那然後他最新的立作就是在講那個疫情模擬器 那然後但我今天去看本來想翻的 但已經有人翻想翻去中文了 所以已經有人翻掉了 對所以很歡迎大家看Niki Case的那個COVID-19 simulator 我覺得那個真的非常好 就是說當然我們這個呈現人就是老師 因為是錄的那個就是防疫儀的那個 還說在好方式 對對對好方那個 一下就兩萬人選修 我也是其中一個 的那個是非常棒 而且他把那個台灣的情境講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其實台灣的情境 我們一直都只推進到一點點而已 還沒有到社區傳播 而且大概也不太容易到社區傳播 因為大家都戴口罩 對那但是Niki Case的那個就是連 就是為什麼封城封城解封 間歇性封城等等的就是在國外 他們已經到很後面了的那些因素 都把它模擬進去 所以你只要這樣子玩過一次之後 你對整個流行病學就會有很完整的見解 這裡在講的不是說我們聖技師講的不完整 而是說他以台灣為主要的案例 所以他只能講到某一步而已 對所以我是很推薦說大家多看這種 我們叫做這個互動式的教學 就是遊戲式的教學的社群所貢獻到的 那這也是我覺得國外很適合引進國內 而且很高興幾天有中文翻譯了 對應該 了解好 感謝正文的分享 那最後就是這個 對公民科技啊 社會創立或是青年創立 或是青年創立在過疫情時代 對當然第一個是說 我們發現我們解決世界性的問題 的這種雄性裝置 或全國性的問題的雄性裝置 現在有點被燃起來了 大家都覺得我們還真的可以 一起解決一些世界共同面對的問題 這就比起之前社群的話 很多力氣想要大家對減碳 就是燃起鬥志 對 對那是確實是不可同日而已 對 在以前確實像台灣這樣子面積特別大的島嶼 那我們都知道說 氣候變遷的真正的苦果 可能是我們的就是孫子那一輩在受 那意思就是說 除非你是就是特別具有利他的精神 不然的話 你會把它排到自己的事物的稍微比較後面一點 重要但不緊急 重要但不緊急的事情 非常重要但非常不緊急的事情 對那但是當然我們在太平洋島國的很多的 就是理念相信或邮邦 其實他們就是在他們下一代就會體驗到了 如果他們特別小的話面積 那他們這一代就會體會到了 所以每一次就是在那個國際組織上面 看他們倡議的這個非常用力 但是我們真的沒有什麼切身的那種感受 但是這次完全不一樣啊 就是疫情每一個地方的狀況 就是另外一個地方的狀況 加兩個月或減兩個月 就是大家的時間差不是什麼兩代 沒有人是局外人 對沒有人是局外人 就是兩個人 除非你在南極州做實驗 那恭喜你 除此之外真的是完全沒有任何差別 所以我覺得我們因為這樣子 就是解決共同的公衛問題的 這樣子一種連帶的感覺不會消失 那我們辦的那種十四國公衛專家的 跟官員的那個小型多邊關係的會議 會持續越來越多 那我們透過像GCTF啊 就是我們跟日本跟美國 然後再加上對某個議題 有感興趣的地主國一起辦這種四邊的 這種新的國際組織形態 在未來只會越來越多 我們可能挑一個遊戲發援目標 然後比方現在大家其實在台灣 很關心的就是我們的包裝啊 怎麼樣全循環嗎 怎麼樣達到零飛氣 那這個荷蘭也很關心 所以就會變成荷蘭我們 然後日本美國這四邊 然後再邀相關的來一起辦 那像這樣子的架構 我覺得未來會越來越多 那也是台灣就是領導這些 永續發援目標的品牌 對一個新的國際的一個情勢 我們不會再覺得說 我們好像非得去那種 一百多個國家的這個組織 才能夠發揮影響力 相反的全世界最注重這個的六個七個就可以了 當然是四個是很多 那我們還是可以發揮我們的領導的能力 嗯 了解 好 謝謝鄭偉 最後的這個 我覺得也可以為今天做一個很好的總結 就是說大家在談這個社會創新的精神 都常會覺得很抽象 就是透過剛才這個一個小時 希望能夠透過很多具體的小故事 來讓大家了解就是說 這樣的精神怎麼樣是能夠做到跨組織 或是跨部門 或甚至是從個人連結到組織連結到 就是整個產業或者是這個社會部門的 這樣子的小練習 希望就是今天透過鄭偉這個 講話非常快但非常精準的這個分享 能夠為大家征服 征服 對 能夠為大家征服 然後有這個對於社會創新的這個概念 有更多的了解 然後也更了解就是在後疫情的這個時代 大家可以怎麼樣一起協力的 就是發揮這個就是前面有講到這個 collective impact 的這個部分這樣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喔 所以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那再次非常謝謝唐鳳正偉的參與 然後也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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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KK 阿麓 沒有 所有信任 在這個地方